阿拉摩阿彌陀佛 阿拉摩阿彌陀佛 阿拉摩本師釋迦牟尼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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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善甚甚為妙法 百千萬劫滿宗慾 我今见闻的寿辞 愿解由来真实意 我们上一次的无聊说间讲习 谈到了佛在讲述完 这些我们搜破世界的 这些众生的共性 就是这些贪吞痴的习气之后 劝我们应该是要端生正义 应该要精诚地修学 佛所指示给我们的解脱大道 然后弥勒菩萨 以这种当机众的大心菩萨 为了佛这样的身份 为我们诚意 就是对释迦世宗 谈他对释迦世宗所教导的 这些教义的体会 当然这两宗 一宗是现在佛 一宗是未来佛 或者是释迦世宗 我们甚至可以说是已经是过去佛了 因为他已经是在我们这个世间 这个入念 就是两宗佛的对话当中呢 我们也知道就是两宗佛都也是经过 无量节的修学 尤其是弥勒菩萨 他这个修学的时间 比释迦世宗要更加的久远 因为他本身发心 这个发大心 修学佛道都是比释迦世宗要早42节的时间 这样一个非常不可思议的时间跨度 那么在跟随弥勒菩萨修学的这些地质中间 也是弥勒菩萨生生世世所度化的这些地质中间 当然我们也知道很多已经得到了度托 但是还是有很多依旧在生死轮回之中 那么在无量寿的法会上 释迦世宗特别对弥勒菩萨 以及这些在做的大众 那么当然这是包括了我们今天的每一位 他告诉我们弥勒菩萨现在还没有成佛 也是还是有编毅生死的 那么我们凡夫众生就更加是惨不忍睹 我们是有这种分段生死的 都是在生死之中不断地在轮回 自己不能丝毫地做主 那么幸亏了在无量寿法会上 释迦世宗宣说了净土法门 让大家认识了阿弥陀佛 认识了西方极乐世界 也知道了求生西方极乐佛国的方法 那么知道了这些方法以后 释迦世宗在这里 我们看这些语气也是 讲述的都是完全是针对我们这些根性的 因为当这些大菩萨他知道这些方法 他知道这途径以后他马上就会去做了 但是对于我们凡夫众生呢 佛都是要三劝五劝了 他知道我们的习气 有时候及时知道前面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场景 一个很好的地方 但是让他眼前吃点苦啊 修点行啊 行点故事啊 好好的去年年佛了 修正音修祝音 那他们我们凡夫众生 总是觉得这个放不下 那个放不下 这个借口 那个借口 所以佛在这里呢 特别的注托啊 就是你即使今天遇到了这样一个不可思议的啊 这样一个大解脱法呢 但是呢 还是要自己去修学 所以我们在上面的这些啊 上一次的章句里面 佛谈到了几次啊 都说我们要修行 要求生净土 首先是要自愿生死 知道我们这个世界 它是它的无偿性 不可久留性 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体啊 本身也是臭味不堪的 也是各种各样的物质元素组成的 它是不可久住的 所以呢 从这个厌离自己的身体开始 厌离我们这个世界开始 厌离我们这种一生的经营开始啊 还要自己决断 下大的决心 断生正行 一心一意的修学 还要修己 捷径啊 还是修行 还是修自己的 修行不是给别人看的 或者说 修行的最根本的出发点 还是从我们自己的心里面 真正要修行 我们的每时每刻 我们的念头的关注 念头的安住 看安住在什么地方啊 这个修学也好啊 学佛也好 都是为自己解脱 都是端正自己的行为啊 不是说是学了以后去看别人有没有这样那样的事物 那么后面再谈到第四个字节 就是我们要自己先能够自度 自度以后才能度人啊 不然的话自己连自己都没有办法去控制 自己都度不了的话 度人就根本就不想说了 不堪说了 在谈到这些之后呢 实际上就告诉我们 要生在无量受国 只要我们一心一意 按他的教导去做了 会得到无量无边的大利益 虽然说是这一生辛苦啊 这一生比较辛苦一点 但是相对于无量节的生死轮回来说 这一生都是一刹那的世界 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这个 看我们的历史啊 这个我们的一生放在一个历史的长河里面 我们的华人的文明是至少都有五千年的时间 那也就是一刹那的世界 放在一个长的 但是如果再把我们放在这种久远的生死轮回里面去看的话 这一生的辛苦啊 能够换得来以后的愧乐无极 到无量受国的愧乐无极 这是一个总说 就是这是一个无有众苦但受助乐的世界 和我们这个世界是截然相反的 那么我们在无量受国也能得到长与道德和明啊 这个道德和明从字面上来看 那就是和善法常为一助 和善人常为一助 所以我们的言行举止都是符合道德的 那么从我们心性上来说 也就是到极乐世界 到了无量受国呢 我们自具的这种无量光 无量受 自具的清净本性本能 才能够在极乐国得以彰显 也能够永远的离开生死根本啊 用拔除生死根本 这个生死的根本啊 前面我们有谈到 主要还是我们的见识大脑 那么见识大脑里面最厚重的最大的问题了 依旧还是我们自身的我知我慢 我们自己对于把自己看得太重 所有的一切呢 都是为自己造业 为自己的见解啊 为自己的面子啊 或者为自己的身体造业 然后呢 无死结以来都是在无量结的 不住的永无休止的轮回之中 那么把这些 到了极乐国土以后呢 这种见识繁了 它没有生成的条件 所以呢 我们即使是对着见识的种子过去的 但是呢 它是结不成果子的 所以呢 是能够永拔生死根本 也没有贪慧于吃苦恼之患 就是没有这种因缘条件生成的果报 当然就没有这种果报现前 让我们感受到这种苦受啊 没有这种烦恼了 第四个呢 就是说我们也能够得到啊 第五个 就是也能得到这种寿命的 真正的自在随意 那想一节 想百节 想千万一节 或者是想去以后 得不退卷以后 马上就来到这个世界 都是有选择的自由 那极乐世界 极乐世界阿弥陀佛 没有说是你去了以后呢 我再把你扣在那边 你必须呢 先要修到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你成了离开这个世界 那它没有要求 就是我们发愿是我们自己发愿求生的 那么我们到了极乐世界以后呢 我们是 只要我们到极乐国土 我们有了一定的保障 这一部会在生死里面轮回 我们能够保证还能回得去 那么我们随时都可以回来 就是每个人他都有选择的 有这自由意志的权利 那么也能够得到这个 无为自然 能够得到这个 赐予尼环之道 最后一个谈就是 在极乐世界的修行 修行是无为自然 我们知道一般谈到这种 无为自然 就是说 能够不起心动念 但是所做的一切都是敬意 那都是成佛的资良 这些都是八地以上菩萨的水平 就是阿比拔志的水平 那么在极乐世界里边呢 我们每个众生也能够在 一个无为自然的环境里边 就是说 你在极乐世界 你不想成佛都难 我们在这个世界呢 不想堕落也难 但是极乐世界 恰恰是想办的 不想成佛也难 因为所有的环境 所有的一切都是帮助我们 早日成佛的 那么这个环境里边 正好就是所有的环境 所有的一切 我们的身口 起心造作 都是让我们堕落的 让我们长留在这边 永不处理的 所以说这个环境里边 最终得到最殊胜的果报 就是能够 真是一个非常惬意的 非常自在的 非常自然的 这样一个环境里边 非常顺义的修学 成就佛果 那么这个是 我们上一次的讲习了 那么今天是 我们第66次的讲座 大家来看到 第205页 205页的第2号 好 我们继续 接着上面的文字 有等亦各自精进 求心所愿 无得 无得 疑惑中悔 自为过咎 僧比边地七宝宫殿 五百岁中 受诸恶意 那么这一段 主要是 在告诫我们 在精进修学的过程中 精进修学的过程中 一般的佛法修学的过程中 很多人会有回忆 中间会有退失 那么在净土法门的修学过程中 依旧是如此 中间是很多人会退失 有疑惑 或者说是有些考验没有通过 最终就放弃了 净土法门的修学 那么这样的话 这是佛在这里 开示 开示我们在净土修学上面 就是要 如果说有疑 有中悔的话 中间有这种后悔 放弃修学的话 它的过势在哪里 那么相对的 也是告诉我们 如果说是我们 一心精进修学的话 那么它的利益 信心具足的话 利益在哪里 那么这里还是强调 如等一各精进 其实这一段 网纸里边 已经是第五次的提到了 我们自己修学 从我们自身下手 我们要在别人看得到的时候 或者是别人看不到的时候 尤其是在别人看不到的时候 一定要精进努力 念念不要忘失自己的信愿 求心所愿 那么这里求心所愿 就是我们精进修学 精进是要有一个非常明确的 非常明确的目标的 那么这个明确的目标 建立了我们修学所用的功夫 我们所花的时间也好 精力也好 以及我们所修学的一切善 跟福德因缘的助业也好 他都是通向这一个目标的 那么这个目标如果说是我们不是很清楚 或者说是我们一会儿变这边 一会儿变那边 或者甚至说我们在修学的过程中 甚至产生了邪之邪见 那么目标完全就错失了 错失以后我们花了很大的力气 我们可能也是修的像善导大师所说的 日夜十二时 急走急坐 像这个如旧投然 看起来都是非常精进努力 但是呢 南远北折 方向错了以后呢 所用的一切功夫呢 全部白费功夫 甚至呢 变成了摩业 这个就是告诉我们学佛这种具足正知界 具足智慧的重要 所以求心所愿 就是我们具足要精进努力的方向是什么呢 精进努力的方向就是我们一心发愿求生净土 其实这就是在无良寿经里边 释迦是从开示我们净土法门 修学净土法门念佛的目标是什么 念佛的目标就是求心所愿 精进念佛 信愿持明 那么所追求的目标呢 是求生净土 所以我们有时候看到有些这些 把这种念佛专注于说是念佛要求心清净啊 念佛要求这种现前的一心不乱 当然一心不乱也是一个目标 是我们这个阶段性的目标 但是呢 终极目标 终极目标它是非常明确 只有求往生而已 那如果说是这一点忘失了以后 我们总是把念佛当成功夫去用的话 那么我们可能会修学的时候会感觉到也是 因为你要是把心放着一个求意性清净 那不起一个杂念 这样的这样一个目标上面 你会发现很难做到 这个阶段性目标很难做到 反而你这个终极的目标容易做到 因为作为反复众生你要想得到一心不乱 想要这个一心清净啊 不齐一念啊 念念都是佛念了 念念要供佛成片了 或者说是要求念佛三脉啊 都是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非常难的 所以释迦始终在这里特别开思 这个包括我们这些历代的祖师都开思非常明确 念佛的目的就是求佛生 就是求生净土 没有其他的目标 所以这里求心所愿就是告诉了我们 一心精进修学净土 我们的目标是什么 那么这里佛特别提醒我们 说不得以悔呀 不得以获中悔 那么在这个修学过程中作为反复众生 这个疑是生生世世是随着我们的 贪嗔痴慢于这种五种厚重的习气里边 我们自己有时候 当你静下心了的时候 我们去反观我们自己 看看我们自己哪一个烦恼最重 所以我们会发现就是 有些人他可能是贪欲心比较重 有些人称呼心比较重 有些人就是这种我慢心很重 有些人这个疑心是非常非常非常的重 这种哪一个烦恼最重 我们要去深刻的忏悔呀 要去面对他解救他 不然的话 最重的这个烦恼 最终都会成为我们很大的障碍 因为这种尤其这种疑心生起 疑惑生起以后 我们这个整个的观念 和我们的眼睛看问题都不一样 看世界也不一样 总是从我们这种疑惑的 有染的 有污染的 这种带情职的 甚至带着称恨的 这种嫉妒的这种念头去看问题 那么看任何的东西 我们信心的不乱 那么这个信心的不乱 可以保证我们临终的时候 门佛接引 这个就是 在这一点是谈信心的 只要我们能够保证我们的信心不乱 它不是谈功夫的 那么如果说是 疑惑中悔的话 就自为过咎 这个起了疑心了 放弃修学了 觉得说 可能在和其他法文接触 或者是有些其他的同修接触 感觉到好像人家的更加这种 神秘一点了 更加热闹一点了 我们现在这个时代的众生都好热了 或者说是感觉这个 人家的一居会在X号那边的上万人 所以那个人多肯定就是好东西 这个肯定在这个时代还真不一定 然后就觉得说 这样我是不是真正念佛有问题 是不是应该选他们修学的法门 他们修学的路去做 甚至有些我们看到 像现在这个时代 这种之间的杂乱 有些甚至念佛念的后来 觉得说是 哎呀我这个儒家的基础没做好啊 我要去开始从这个四十五间开始 去读三字经啦 去读弟子规啦 去说我把这些全部一心一意去做好了 那么把这些甚至变了 有些走到极端会变成 说是这个往生也是要 以这些做条件的 那这些我们像这些 看到这些之间的时候 千万都要小心啊 这些都不是佛所说的 往生净土的资料 这个不是往生净土的条件 它可以是资料 是我们修集的资料 但是呢绝对不是绝对性的条件 那么中悔这个就比较麻烦了 那中悔就是中间产生了这种后悔之心啊 这种感觉到自己修学修不下去了 修不下去了啊 他就会放弃修学 那么对于真正就是放弃了的 那对净土的意愿就断掉了 那这个净土法门这个信心一打开 就好像这个慈起和起的关系 互相是佛的愿力和我们之间这种 发愿求生的愿力是互相感召的 但是疑惑心一产生呢 这个我们这个起呢就变成橡胶了 或者是为别裹了一层厚厚的这种绝缘的东西 那就是和佛的愿力就是无法感召 无法抢应 那么中悔还有一种情形啊 中悔还有一种情形是 就是说中途后悔了 后悔了过了一段时间又回来了 这个就是我们这些人 这些反复众生的袭击就是这样啊 反反复复 来说搞了一段时间觉得是 本来觉得人家很有意思 但是去出去碰了一段时间觉得 哎呀啊 人家要求什么要送多少金啦 或者是要磕多少头啦 或者甚至人家要求说是要修多少布施啊 这种自己做不到 做不到以后说是还是再回来再拿到实施念佛吧 那么这种情形下呢 互相之间会有都会相应的啊 是有各种不同的果报的 那么有些回来了以后 回来了以后呢 他是真的发大忏悔心 大忏愧心啊 知道是自己本身我们的疑惑作柜 疑的烦恼作水啊 所以呢导致自己中途放弃了修学 那么还有一种呢 就是在修回来的以后呢 依旧寒死带着疑心的 那就是有这种求生尽头的愿望 但是有寒死中间是断断续续 一会想去一会不想去 一会觉得好一会觉得不好 那么这个就比较麻烦了啊 所以这个是自为过咎 就是佛在这些时候就说 在前面这些修学都是我们为自己修学 为自己修集资料 但是如果说是我们这个中间产生了这么厚重的 这么大的疑惑呢 它就产生了很大的障碍 那么产生这样的障碍呢 就咎由自取了 就是我们要自己承受自己 这种疑惑和中悔所产生的果报了 那么如果说它完全对于净土法门疑惑 然后放弃修学 那肯定就和净土法门这一生在那里有缘了 以后什么时候最有缘 那就很难说了 那么在这次回来修学的过程中 依旧是讲杂着疑心的 那么这一类呢 有可能也会到极乐国土 它不是说是完全不能到 有可能也会去 但是呢 去以后是生在边地七宝宫殿 就是生在边地遗城里边了 就生在这里的边地呢 不是说是阿弥陀佛专门建的一个边地 阿弥陀佛发四十八月之后 中间没有这一月啊 所以是专门要给疑惑的众生 或者中悔的众生建一个边地 或者建一个遗城 让他们住在里边 这个呢完全是我们自身的 业因所感 那就是因为我们中间有遗会 并且修学的过程中 一直夹杂着这样的疑惑 那么到了极乐国土以后 即使到了极乐国土 是生在边地 或者是生在七宝宫殿里边 那边地遗城里边 这里的边地 我们一般谈边地就是不闻佛法的地方 建不到三宝的地方 在佛注释的时候啊 印度叫中国 因为是这个有佛注释 这个有佛法中性的地方 中国叫边地 因为佛注释的时候呢 那个时期佛法还没有传到我们中原地区 所以在极乐国土里边呢 见到佛的地方 能够闻到法的地方 都叫中心之法 都叫极乐世界的中心 那么见不到佛 闻不到法的地方 这些是我们自身的疑心所感 那么我们自然地和阿弥陀佛就产生障碍 我们感受的境界呢 也是一个七宝宫殿 也有八宫得水 也有各种各样这种非常圣妙的 这些家里品尖鸟等等 但是呢 我们见不到阿弥陀佛 我们亲闻不到大乘佛法 那么这些鸟呢 它叫我们可能也是 只是感觉到鸟的叫非常美妙 但是呢 这个鸟呢 也不是我们亲闻到的真正的法音之鸟 不像如果说我们疑心破除了以后 这个鸟的声音呢 它都是在宣说经法 那么疑心破除了以后呢 你在七宝池里边呢 这些水啊都在说法 我们在前面上卷里面看到 风也在说法 但是当这些人有障碍的时候 这些水呢 它就是一个比较生苗的水 比较清烈的水 但是呢 它都不能说法的 那么这个时间呢 前后有五百岁的时间 那五百岁的时间 受这样的恶烂啊 就是见不到净土的三宝 见不到阿弥陀佛 见不到圣贤之宝啊 就是观音菩萨大师之菩萨 也见不到清净海众 也亲吻不到阿弥陀佛说法 那么这个五百岁的时间啊 这个诸多的 诸今的大德呢 一般都认为是 我们这个世界的五百岁 所以呢 相对来说这个时间 在我们这里五百岁 我们感知可能是很长了 是因为我们的夜报所感 但在极乐世界呢 这个时间也不长 非常短暂 因为到了那个环境以后 我们也会自己发现 哦 我怎么到了极乐世界 我还见不到阿弥陀佛了 我的莲花呢 怎么永远开不了啊 这个也叫胎育啊 那也自己也是很难受的 自己很难受呢 也会有大惭愧心生起 所以这莲花里边 在七宝宫殿里边呢 在这个边地里边呢 它是在制成的忏悔的 那是要把这个疑心忏除了 这种信心这次生起了 然后呢 莲花就开了 就会见到阿弥陀佛 就会见到观音菩萨 当时知菩萨 宣说大成妙法了 所以呢 这个五百岁受诸恶 那不是阿弥陀佛惩罚我们 完全是我们自因自果 我们所感召 有这么长的时间呢 见不到净土的三宝 好 我们再看后面的文字 说 弥勒白眼 受佛众毁 专精修学 儒教奉行 不改有疑 这个 那么当这个 释迦世宗在宣说完这些 我们受佛世界的这些众生的过患 以及我们应该如何修学求生净土呢 那么 弥勒菩萨这里 对 就开始回答 释迦世宗了 就是说 受佛的重毁 这个重呢 是 因重的意思 非常庄重的意思 就是 佛的 最因重的心气呢 是让我们念佛求生净土 能够愧速的出离的 那么当然这个重呢 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成重 重毁 就是 为什么重毁呢 我们看到 这次佛是一次又一次 一次又一次的 重复的在宣说 极乐世界的圣庙 以及我们这个 所有世界的苦难 一次一次又一次的 以折射并用的方法 在劝勉我们 尽快的发愿求生净土 那么 受佛这样重重的毁灭 这样因重的教诲 那么 弥勒菩萨就告诉释迦师宗 要专精修学 那么弥勒菩萨我们看到 他是等觉菩萨 等觉菩萨 我们在大乘经典里面了解到 一般菩萨的修学 都是一门深入 在这个支箭上面 是广学多文 但是在修学的方法上面 都是一门深入 先入三脉 先得三脉 然后呢 再去处来跑通 再去广修各种各样的 度众法门 那么所以弥勒菩萨在这里 告诉释迦师宗 说专精修学 这是大乘通土佛法 一个修学的诀窍 就是要专 要专 要一门深入 要精 要精进努力 要精进不退 对净土法门来说 也是如此 要这句佛号上面 真的要把它心安在这上面 这个我们要知道 印族一直说的 要死尽头心了 就是 偷鸡取巧的心 要死掉 就是认为 除净土法门以外 还有更加圣妙的法门 能够让我们这一生解脱生死 能够快速的成就的话 这种心 再不要去起心动念 动这样的念头了 就死心塌地丢任劲 这个法门 佛所告诉我们的 佛所宣说的 对于末法时代众生 它是最切实际的 最切实际 所以我们看到 善导大师 你看说 即使现在这些 释迦佛这世 我们在电影中 说是 我现在有更加 比净土法门还要厉害的 你告诉你 你也要去 顶礼释迦日中 说是 我已经在好好念 和这个已经是 好得不得了了 我这不需要了 或者说是 有其他这些祖师 现前 就是还有更加好的方法 我们都可以婉拒 顶礼三百 我已经在 拿到十年佛了 我肯定的意思 能够成绩了 谢谢你老人家的恩典 就好了 所以掌握了这一点 能够钻 能够经 也是告诉我们 我们的信愿 在我们的 心前里边 在我们的 自信 亲近海里边 扎住了根 那么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如果说是 我们的信愿 扎不住根的话 这个钻 我们是钻不下去的 这个经 我们是进不前去的 只有当我们的信愿 真正的扎住了根 我们这个一门深入 我们才会深入的 觉得很有味道 不会让别人觉得 说是这个一门深入 它是一根经的 是不是老子有点 不太正常了 不是的 我们觉得这个一门深入 我们感觉到 无穷的乐趣 那么这个一门深入的时候 我们这句佛号 我们也会念得 非常有味道 这个不会像 有些人说是 你看 我可能眼睛会感觉 会显得我比较高明 或者是我去参谈 会显得比较高明 这种 更新不堪的 然后去念佛 那他说更新不堪 就更新不堪 也是杨洁军师说的 将错就错 西方极乐 你认为这样 我就这样 就好了 我们心里边清清楚楚 我们心里边 聊聊讨讨就好 知道我们的方向 是没有错的 不受任何 慰藉的影响 任何知见 任何教配 任何其他法门 或者甚至是 其他的宗教的影响 儒教奋行 儒教奋行 儒释迦世家世宗所教 这个儒就是 随送的意思 随送释迦世宗的教诲 一定会精进努力地去奋行 去做 这个净土法门和其他任何的大乘法门都是一样的 光有这种brainstorming 这种脑筋分泡是不够的 一定要去在实践上要去做 实践上去做呢 我们的心愿才能够得到扎根 我们的心愿才能有利 如果说是我们说我们有信 我们有愿 但是我们是懒得去念佛了 吹也吹不来 叫也叫不来 即使把你关在那边 你都念不下去 那就说明心愿还是没有 这个心愿是口头上的 不是心里面的 是心愿说明还是在我们的内心里面没有炸着根 所以这个弥勒菩萨这里甚至说 我要一心一意的努力修学 我不敢有一点的疑惑 这个是我们看到是等觉菩萨的身份来说的 因为以他的境界 以他的眼睛所及啊 他的慧言所见 佛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实不虚的 那自由依教奋行 自由按佛的教诲去精进努力去做 那么以这位大觉者 这位大法王他子的方向肯定是没有任何差错的 那还去敢有疑惑之心呢 好 我们再来看下面 这个是到下一个章节的内容来 就佛告弥勒 如等能于此事端心正义 不做众恶 甚为智德 十方世界罪无能疲 所以这和祝佛国土天人之类自然作善 大为恶 亦可开化 今我与此世间作佛 处于五恶五痛五烧之中 为罪巨苦教化穷生 宁舍五恶 令去五痛 令离五烧 详化其义令 词 五善 或其福德 度是 长寿 离环之道 那么这里呢 是进入 下卷里边的 第三个大的部分了 第三大部分就是 佛 述说 五恶五痛五烧的过患 然后呢 让我们 行修 五善意 行修五善 在这个基础上 在 精进 努力的 念佛行持 以 让我们真正的 离开 这个 三界 轮回之道 真正的 进入 涅槃 离环之路 好 我们来这个 详细的 看一下内容 那么 从这里 其实也就是 大家有些同学 可能是 一直是 书能详的 这个 五恶五痛五烧 那么也就是 从这里开始 佛要详细的 来述说 我们自身的 这种恶 感到现实的痛 到来世 以及后世的烧 这种 果报 注定 加剧的 整个过程 那么让我们 了解到 我们这个世界 我们这个世界 它是 向下成龙的 在这个世界 的一个轮回 是一生不如一生 所以呢 一定要抓住 机会 借此人生 借此这个枢纽 这个 在上一节课的时候 我们就给 第六 第四节同学 讲到 所以这个 特殊大师 曾经起到一个 非常重要的观点 就是说 人当中生 在 这个 九法界 或者是十法界里面 它是处在一个 关键的阶段 一念向善 一念向进 一念修学 它都是向上 上面都是天道 就是菩萨道 就是佛道 但是如果说是我们 一念向恶 一念作恶的话 那么就向下成 这个人道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属鸟 所以呢 你看 天道 众生 也是由人道 修成的 佛道 菩萨 也都是由人道 修成的 那么地狱道 的众生 恶回到众生 也都是由人道 堕落下去的 所以呢 佛在这里 特别告诉我们 我们所面对的问题 我们的恶 然后呢 让我们感受到 这种痛 然后到来世的伤 把这些问题 讲清楚以后呢 我们才能够 至诚地想到 这个世界的 无可救流 好 我们来看 这一段 说佛告弥勒 如等能与此事 端心正义 不作众恶 甚为 智德 这个 是从 这里开始了 就告诉我们 这个释迦世宗 是最正面的 正面的赞叹 我们 这个世间 做善的众生 做善的众生 是 多么的 难能可贵 多么的难能可贵 所以 你看我们在 读心经的时候 观音菩萨 是告诉我们要 远离颠倒梦想 因为在这个世界 很多价值都是颠倒的 我们在颠倒中间 我们这个 轮回久了以后 我们是 任贼 做父 我们都不知道 我们都不知道这是颠倒的 把这种颠倒的认为是正常的 是正确的 所以呢 在颠倒的支箭当中呢 我们身口意都是跟着去作业 我们都不知道的 所以在这个世界能够做善的 这就是我们常说的 就是众人 绝碎 我独行 举世 举千下之相 看到这些 运用众生 都是在 眉头造业 眉头造恶的 那么佛在这里呢 是为我们在 摩箱里边 点灯啊 点无尽灯啊 让我们知道 在这里 做善事 多么的不容易 所以说 如等能于此事 告诉弥勒菩萨 如等就是告诉我们 在这个五着恶事 轮回的众生 这一切众生 在五着恶事里边的 能在这个世间 能够端心正义 这个端心正义 就是首先修学是要 从我们的心性上面下手的 那么这个心性上面下手呢 不管是儒家是如此 道家是如此 那么佛家的要求 更是如此 修学不是做表面功夫的 一定要从端正 自己的心念开始 端正自己的意念开始 所以说端心正义 心正了以后 行为才正了 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 从这个发心 我们一定要去观照 我们这个起心动念 我们的发心事实 不管做事也好 说话也好 那么说出来之前 即使就说是 假如说是我们同修之间 如果说我们看到 某个人犯了错误 那么如果说是 我们这个当时 看到他人犯错 如果我们这个心念 是慈悲的心念 想帮助他的心念 那么我们讲出的话 肯定是不一样的 如果说是我们看到别人犯了错误以后 我们这个起心动念 那是一个幸责乐祸的心念 或者就说是你活该 那么你讲出的话 又是另外一回事情 所以这个念头的生起 它直接会感知 感知未来的果报 完全是不一样的 就是念头生起 我们所做的一切 这种感召的因果 如果是正的是善的 它感召的因果 也是正的是善的 如果说我们念头生起 我们所做的 即使表面上 给他人看是正的是善的 但果报是恶的 所以这一点 我们一定要注意 那么所以这说 端心正义 那么端心正义 首先是要正心诚意 这个是基础 那么这个也是儒家的基础 那么正心诚意 就是做任何事情 自己的心性 心形心念 一定要正确 这个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一定要这个心机 要把它明灭到一个最低层次 或者说是不要动心机 这个有时候 我们在做事情之后 或者是和人相处的时候 你看我们人与人之间 有时候我们说人心格度疲 我们是世人世面不知心 但是有时候这些 我们的其心中念 有时候这些有些其他的动物 是感召得很轻 能够感知得到的 你看这个在 有些这个了解这古代乐器 就知道 有些那个古琴曲里边 有个叫欧陆王鸡的 这个欧陆王鸡 这个曲子讲什么的 所以说是这个有一个鸡温 每天在江边打鱼 他这个生活非常这个单纯 心情也非常愉快 每天就是他在江边 生活的时候呢 就每天他自己也是 打自己所需要的 多了他也不会去伤害太多的 这些鱼类 那么这些白鹿啊 这些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面 都是非常吉祥的鸟 这个白鹿呢 就是感觉到这个人心是很知足 人的心念很近 经常会在他身边会盘旋 有时候甚至会落到他的船上来 所以跟他相处的很和谐 那么这个渐渐的呢 其他的这些人就听到了 听到这个事 比如说 你在江边打鱼 这些白鹿都是在身边盘旋 这个场景啊 景象的非常的吉祥 那么你是不是跟我们抓一只白鹿回来 让我们也玩玩 那这个老人当时就说 我这个不想 因为我们这个和白鹿相处的非常和谐 挺好的 如果说是我抓了之后呢 我虚心不忍 但是又这个 禁不住这些朋友的劝阻 那么他第二天呢 就说那好吧 就说到了这个地方 我就抓个一只 给我朋友玩玩吧 让他们看一下 但是他第二天 一到这个江边打鱼的时候呢 这个白鹿的圆圆的 这千二费 根本就不落下来 就他这个念头一改变以后呢 他整个的场域 就我们现在时说的磁场 那么人可能感觉不到 但是动物 他有些动物是非常灵敏的 这个可能 你看我们可能学物理的鱼童修 你会知道每个人身上 他是有光的 有波的 但我们的身心比较祥和的 这个发出的这种光和这种波动 他都是很祥和很稳定的 所以我们说 见到这些心配比较好的人 有修行的人 你会有一种如目冲锋的感觉 但是如果说这个心里面 这个很暴力的人 或者心情非常急躁 非常不稳定的人 你走过去以后 你感觉到你心里面是乱跳 所以这种就是 当这种整个的环境都是如此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面 我们的心念 我们的心念会感染其他人的心念 那么他人的心念呢 也会干扰我们的心念 所以这就告诉了我们这种正心 我们这个心念保持正念的重要性 所以我们在八正道里面 这个正念都是放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修学方面 那么这种正念的保持 正念的培养 那么渐渐的我们内心 你看这个深 我们经常说是深正 你就不怕影子邪了吗 深正的话 你看有时候我们恨 甚至有时候这些 会招致他人的各种各样的 这些诽谤了 编培了 但是我们行的是正的 你这些说的东西和我们都没关系 所以你内心还是坦坦荡荡的 这就是孔子说的 君子坦荡荡 小人长气气 一个正人 君子他的心念 他是非常包容的 非常宽阔的 海洋一般 那么如果说是以这个来 来去对照一下 那么有时候我们心里边 总是说三道四的 总是看到他人问题的 那是君子的反面了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自己端心正行 端心正行 只要还是照镜子 是照我们自己的起心动念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呢 是要持戒修圣的 这个端心正行 这个是儒家所提倡的 那么儒家所提倡的端心正行 我们看到一般 所以儒家他是有他的 隆理道德的规范 这种孝地忠信 理义廉耻 尤其是这个圣读 一个人独处的时候 自己的起心动念 来规范自己 作为一个君子的 君子这样的标准 那么从佛法上来说 他会更加的有可操作性 这种五界的内容 菩萨界的内容 八卦塞界的内容 这些都是我们 每天都要去遵守的 这样的话我们的行为 我们的身口意的造作了 才会把它规范 才会把它关定一个笼子里面 那么在这个基础上 在这个基础上 端心 就是还是要把心 放在一心上面 正义 保持我们求生净土的信愿 不偏离我们的方向 就是在 呈现正义的基础上 在持节修缮的基础上 把往生净土这桩事情 把念佛精进 一心努力这桩事情 放在一个为此为大的 这个每天的行持上面的话 我们就会真正 就是能够得到 真正的解脱和超越 那么佛在这里说 我们能在这个世界 能够保持这种端心正义 这个不作众恶 这个是非常非常难得的 是甚为智德 这个能够保持自己不作恶 可能 我们现在有时候说起来 好像是很简单 我们经常和很多 以前这些老和尚们 老师分明 有时候聊天的时候 问他这个什么是修行 他会告诉你 不犯错误的是修行 那么有时候年轻的时候 你感觉不到这句话 有什么力量 你慢慢的 你会随着年龄的增长 和社会阅历的增加 你就会感觉到 因为年轻的时候 相对的说 我们说是我们犯错 可能还是 因为那些是调皮 那还是情有可言 但是年纪慢慢增长的时候 你会感觉到 有时候犯错 那真是我们自己的习气 那习气厚重以后 我们才会犯这样的错误 并且呢 我们有时候会 这个同样的错误 一直在犯 那么如果说 如何能够让这种犯错 这种能够止下来 不做这种恶 就是不要犯这样的错误 那么这些东西 就是一定要在我们自己 心性上面下大功夫了 因为不然的话 我们在心里边 表面上 要给别人看 有时候看到我们没有犯 但是内心里边 这个是翻疆倒黑呀 那么这样 所感知的这些因果 它都还是 都是比较可怕的 能够做到言行 忠信表里如一呀 这个是胜为智德 能够端心正义的修学 做一个以君子的要求去做 做一个真正的 真正的佛弟子 不是名义上的佛弟子 真正的佛弟子 是一定要信佛所言 信佛所行 按佛的要求教导去做 能要去从这个不做众恶 我们知道 我们作为反复众生 不做恶也是 有时候确实是习气使然 但是我们从不做大恶开始 那渐渐渐渐的 把这些大恶呢 变得到不做违系的恶 不断的以这种 佛所教导的各种各样的规范 去要求我 所以我们看到 我们最近很多老人家 你看有时候这些 在修学的过程中 你看他 多了一个松子 或者是多了一个未凶 他说哎呀 多了一个孩子 我要多吃一桥戒了 他有这种观念 或者说他多了一个松子 或多了一个未凶 他说哎呀 我多年一千圣佛了 或者我多送一步经了 因为这个是 他觉得这个是 他自己的福德感召而来 那么他自己的修行 要相应的跟得上去 得要配位 不然的话 他觉得他做这个阿嬷 或者做这个阿公 他就觉得有点不好意思 因为孩子已经这么多了 自己修学没有进进 没有努力跟上去 所以佛在这特别赞叹 能够这么做 在这个时间能够做善 能够按佛的教导去做 能够信愿持民念佛 这个都是智德 就是在这个时代 在这个世间 这是至高无上的 这个是最善最妙的 难得稀有的这些道德模范 或者说我们的修学模范 好 那么佛接着告诉我们 为什么在这个世界 我们能够端心正义 不做众恶 但做祝善 一些能够接近念佛 求生净土 是非常稀有难得的呢 说十方世纪 最后人彼 所以这佛 祝佛国土 天人之类 自然做善 不大为恶 亦可开花 那么我们在 苏婆世界 在这个古着恶世 在这个人寿平均 七十岁的时候呢 能够做善 不做恶 能够修学佛法 能够求生净土 这个是十方世纪 这个十方世纪 就不自依佛所化了 这是千佛所化 万佛所化 最无与隆比的 就是十方世纪 如果我们在这个世界 在这个时代 能够做善 能够求生净土 在其他的国土里边 相对来说 我们的功德是最殊胜的 最难得 最珍贵的 为什么呢 说其他佛的国土 那么我们在《悲华经》里边看到 释迦世宗和他一起修学的 这些五百王子 这一千王子 甚至这千佛所化 我们看贤解千佛所化 他们都是在 比我们现在福报大的时候 在这个世界映画 比我们寿命长的时候 比我们善更深厚的时候 比我们烦恼轻的时候 所以那些众生是容易教化的 他烦恼习气轻的话 容易轻佛的话 并且修学也是容易上路的 他不会像我们这样反反复复 我们这个其实 有时候我们 要是想想 这个释迦世宗在释的时候 度化那个毒龙 那个毒龙要是 几千看不到佛的影子 他那个毒性发作 都要去兴奋作浪 都要去伤人 所以佛慈悲 把他那个影子 就如梦如幻来 就像现在的激光投射一样 投在那个毒龙的石窟里面 那么只要他毒性一发作 这个佛影马上就显现 那么他马上的这种恶习 马上就仔细想 所以我们有时候 看到那个毒龙 其实我们想想 我们自己不就是个毒龙吗 只是把那个龙子 给成一个人子而已 因为我们的习气 他这种贪嗔痴的习气 定是像这个毒龙一样 每次每刻都他做的 有时候你看这个毒性都压不下去 念佛都压不下去 那说明 你要是毒龙看到那个佛的影像 他还能够把他那个恶念 马上仔细下来 称空性马上仔细下来 我们看到佛的形象 我们还在称空啊 有时候 看到佛的这个影像以后 还在贪欲 还在执着 所以说明我们这个时期的那些人道的众生 连佛在世之后这些出生道的 这些龙道的众生 这种智慧 这种喜气 我们都不如人家那么浅薄 那说明我们人家的善根 比我们都要深厚 所以呢 佛就说这个十方世界这些祝福的国土 这些天类人类 这些之类啊 包括了这些其他道的众生 你看我们这个苏婆世界 这个其他道的众生 也都是 他奉行的一条原则 都是这种以强灵热的 这个在整个自然界中间 都是以大气象的 大于吃小于小于吃小米 这个整个的丛林法则都是如此 那么我们也会固执地认为 成见地认为 或者说以眼见为师认为 其他的世界以外都是这个样子 那其实不是的 实际上是从这里告诉我们 其他佛的国土 这个天道众生 人道众生 以及其他类的众生 他是自然会做善 那这个不是说是 那个国土的众生 就比我们直接 就为什么会这么高明 而是因为他们的福德 他们的因果所改 或者说他们修学的境界所改 他们生在那样的国土 那所以我们生在这里 我们也不要去抱怨人家 不要去抱怨佛福生 是我们自因自果 我们的因果感到 我们对生活的这个时代 我们对生活的这个世界 我们对生活的这个 仍然间接的世界 我们对生活在这个 容易造恶的世界 那么其他的国土 这个自然而然 他容易做善 他也没有那么多的烦恼 也没有那么厚重的习气 那么不大为恶 这种圣子 他这种恶的念头 也不容易生得起来 这个你看如果说是 一个好的环境 其实你要是 在我们儒家的观念里面 也是如此 意识分足才会知彼仪 你看在这个一个 意识分足的环境里面 大家本来这种温饱都解决了 出川都不愁 并且呢社会财富 都是分配的比较公平 贫富之间的差距 不是很大的话 那你去看这个社会 他的治安是非常好的 他不需要这么强的 这么严厉的法律去制裁 社会也是非常祥和的 如果说你看在这个 本身就是 你吃都吃不饱的时候 地方 那鸡寒 他肯定会起倒心 他肯定会去偷去抢 去杀人去放国 所以我们这个星球 你看想想这些 最富有的国家 最富裕的国家 这个美国处委啊 因为他的这个暴力事件太多了 你可以你看看下加拿大 这些有些这些 欧洲一些国家 新西兰这些地方 瑞士这些地方 北欧 这些贫富差距比较少的 比较小的地方 那人家都非常想和的 也非常善良 社会治安都非常好 不大为恶 还确实是 真是不大为恶 那么不大为恶 但是呢 我们这个时代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并不容易教化 但是呢 其他国土的众生呢 不大为恶 就说明他们喜气轻 烦恼少 这种恶习少 那么并且呢 善根深厚 善根深厚 这种智慧的程度 比我们高 他才会抑郁接受 佛的教化 所以呢 能够接受佛的教育 能够接受这种 出世的超脱的智慧了 没有一定的善根 他是信不起来的 他也是不会去做的 所以你看 台梁大师 谈到我们这个时代 这种 其他道 味道向山乱 菩萨法 那么有些这些 其他的修学 这种各种各样 各种各样法门的 或者各种各样 其他宗教的 他这种 以这种慈善的面目啊 或者非常梦情话的 观慧啊 那么很多人觉得 这个是解脱的方向 但是依旧来说 他还是在三界里边 融会 他的指向 还是在三界里边 没有指向三界智慧 那么唯有佛陀的 超脱的智慧 以他的眼睛所看 他指向 是要处理三界的 那么要接受 这种处理三界的智慧 接受这种 处理三界的方法 这可不是 这不如意的 所以这里就是佛陀 对于我们能够 在这个时代 能够修修佛法 能够做善 能够求善进土 对于我们更性上 这种手肯和赞叹 所以今我与此世间作佛 处于五浊 处于五恶 五痛 五烧之中 为罪 对于俱修佛 那么这里佛也是在诉说 赞叹完我们在这个世间行善 修学佛法 求处理的难能可贵之后 再告诉他在这个世界 他所处的环境 我们在阿弥陀 经里边也看到 在卫华经里边也看到 在无聊事经里边也看到 释迦始终在这个世界 能够硬化 在人寿百岁的时候 在五浊恶世 能够宣传大成佛法 尤其是宣传净土法门 尤其是宣传净土法门 非常非常的不可思议 能够在这里成佛 在这里宣传大成法意 宣传净土法门 这是得位曾有 非常稀少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经典里 就说我们都是 其他佛都不度的众生 不是佛不慈悲了 是我们这些人 这根性太顽利了 度出去以后 或者是清了以后 好像觉得有道理去做 做几天以后 觉得没意思 又回去了 倒腾回去 又还是又去过这种 五一六成的生活 所以其他佛最后都放弃了 你玩你的 我去度 我该度的 我能度的 我不会在你身上再花费太多时间了 但是呢 释迦佛他的悲心 大悲 佛他的法心 觉得说我们这些众生 毕竟还是有佛性的众生 毕竟还是和佛有缘的众生 毕竟还是有些这些 在污泥里面 还是喜欢要做莲花的众生 应该要给我们机会 给我们子方想 所以他处在这个世间 做佛在五恶 五痛五烧之中 为罪俱苦 这个这里的五恶就指的是 杀盗淫妄九这个五大众戒 其实呢 这个五恶 造作五恶呢 我们当生会感觉到五痛 这种五痛呢 就是有些是做了这种杀盗淫妄的事情以后 当下会受到法律的制裁 这是一个 那么有些呢 会当下就有限世报的出现 这些有些作恶 做得非常重的 他本身他这种福报已经耗尽 献身对有报的也是 我们现在看到越来越多 那么五烧呢 就指的是来生和后生 来生和后生这种更加漫长的 三恶道的苦难 所以这个恶痛烧啊 这是我们看它是有连贯性的 并且这种果报的追加过程是越来越痛苦 越来越难受 所以说这种这个世间是 这个时代是巨恶极苦的时代 那么当然在这里佛谈到的五恶 五恶呢 其实呢是包含了十恶的内容 十恶的内容 就是五恶它含有我们经常所说的十恶 那么五恶相对就是五善 那么十恶相对就是十善 那这个是无佛注释的时候 转龙圣王以五善业或者是十善业来度化众生 劝大家行善 转龙圣王出现都是太平盛世啊 大家善根非常深厚的时候 那么转龙圣王是以十善业道来劝大家修善 那么十善业道做的族呢 能够在人道里边在轮回 那么十善业道做的族呢 它可以上品的可以到千道 那么这些恶和这些种种的行为 其实都是不出我们的生口意的言行 那么我们的生业 生业在五戒里边 就包括了杀生 包括了偷盗 包括了邪淫以及饮酒 杀生偷盗邪淫酒 这个杀业是第一大恶 取他人的性命 或者是赞叹他人自杀 或者是随喜他人自杀 或者是帮助人取他的性命等等 或者是自己取自己的性命 这个佛法里边都是不允许的 那么偷盗呢 是就是不予而取的行为 不是自己的东西 自己去占有它 这些都是属于偷盗的行为 在盗戒里边 杀戒是犯了之后呢 那是肯定要偿还果报的 盗戒呢 就是我们有些这种犯盗的行为 但是呢 只要我们自称猜合 并且把这个数目还出去 这个是还是可以的 还是可以的 邪淫呢 就是我们要过这种一夫一妻的生活 这个是在我们这个时代 这个就是因为每个国家都是有这样的法律规定 当然有些国家是比较特殊 这个是他们的行为 这个是和我们佛教徒是没有关系的 但是这个就是在佛制界的时候 这个就有点和现在这个情形可能不一样 佛制界的时候是古代印度呢 这些我们知道是传统社会 这些 这些这个 就是现在这个 我们现在我们叫性产业 这个产业呢 像有些这些 在佛法里边 它是如果有些 有些修学佛法的 它如果说它没有这种击荣 它是 它是佛事 在那个时候 它是说如果说大家在传统的观念里得允许 它是允许的 那在我们华人社会里边呢 就这种 如果说这个产业里边 大家观念里边不允许 那佛也是不允许的 所以你看 智界它是非常活泼的 那么这个饮酒呢 这个是以酒为代表的 并不是专止饮酒 在佛的饮酒界里边 其实是包括了 一切伤害我们身心的这些东西 这些包括酒啊 包括麻醉品啊 包括毒品啊 甚至包括吸烟 虽然这些一切伤害我们身心的呢 都是属于这些饮酒的范围 是以酒作为代表的 其实儒家的经典里边谈到这个 我们自己如果说是有这种不良的恶习 伤害我们的身心了 这都是对父母的不孝啊 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因为这个父母亲希望我们的身心好 身心健康 但是我们搞的父母亲很担心啊 这是不孝的行为 那么口语 这个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容易犯的一个 一大的这个 这个也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特征 尤其是现在这个网络世界的发达了 有些人觉得说我嘴巴没动 嘴巴没动 你手指头动了 这个白子黑子落在上面了 照样是办口语了 那甚至比你造口语还要严重 因为现在我们以前我们知道 在造口语这个可能是传到的人 可能几十个人 或者是一个小的范围 那现在你造一个口语 这些如果假的信息 或者是北方的信息 差了之间的全世界都走了 所以你造我们造业起来很方便 那感召的果报也是非常的恐惧 所以在这个时代 我们我们的口语一定要注意 因为没有根据的话 千万不要去说 不要去捏造实实 因为这个感受的果报 你想想你的心都会很揪心 因为这种是我们自身烦恼习习的限限 我们造出来 如果说是这个没有根据 它本身不是事实的话 我们去传播 那么以前说一传是传北 现在都是一刹了之间 可能几千万个人 几十万个人都能受得到 那你就感觉这个果报的不可思计 多么可怕 所以这种妄语就是没根据的话 这种或者是欺骗人的话 那么其余呢 这种是这种会赢会道的语言 这个你看苏东坡晚年的时候 忏悔自己写了很多这些 让人家起这种淫欲之心啊 或者是让人家生起贪爱的这些文词 那么这些对于我们佛弟子来说 我们也要注意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 有些人有些文人的喜气 那总是喜欢写一些东西啊 可能有时候我们自己也是无心的 但是读的人他生起了那些其他的想法 或者是有些他是有意的去做 写这些 尤其是淫秽小说这一类的 这就果报是非常可怕的 这就要其余的范围 两舌这个就更加要注意了 两舌 乔玻璃节 东家长西讲的 本来是非常和睦的人士啊 非常和睦的团体啊 我们给他乔的丝 互相之间人与人之间都互相猜疑 恶口啊 这些就是非常粗路的语言 粗鄙的语言 或者说是这种伤害性非常重的语言 伤害性非常重的就是 像这种没有根据的话 这种诽谤的话 或者给别人切个标签的话 这种都是 是属于恶口的范畴 那么这个 在五戒里边 一般我们谈到的是 这种前面的这两种 这个生意和口业 少谈意义 但是我们知道 其实呢 说我们的生意和口业的造作 都是由我们的意义发出的 所以我们在五戒里边 他谈记相似或是会支谈你表面上先能够做到 叫止恶 先把恶止住 尤其是有些跟说的话 冰到嘴巴边以后 舌头咬住 牙齿咬住 不要去说 或者说是想要写出的东西 tax给别人的东西呢 不要去tax 先止住 先把这个行为止住 然后去反观 我们这些行为 其实都是我们自己念头上面的恶产生的 要么就是堪欲 要么是称慧 但是最根本的还是愚痴 不明示例 那么这些贪嗔痴的烦恼 佛在下卷的前面部分 我们已经讲到太多了 愚痴才会造作各种各样的这种种意 愚痴才会把持不住自己的口意 愚痴这种自己的行为 才会非常的回长 所以知道这些以后呢 我们就感觉这些意 这是非常重的恶 重的恶造作以后呢 我们现身就会感觉到痛 这种如果说是种意 杀意 道意这些 他很亏就会有法律 因为现在就说经常有句 在我们大家常说的话 你出来供总会要还的 只说时间还没到而已 那么即使有时候我们这一生 有些我们可能觉得说是有些人福报 他还没有耗定 他这做的恶还没有献钱 但是呢 来说那果报就更加的可怕 那这个烧 那就感觉到这种痛就不是一点点了 这种痛就加剧几何倍数的增长了 好 我们接着看 我们接着看说佛 教化穷生 令蛇 无恶 令去 无痛 令离 无伤 强化其意 令持 无善 获其福德 度世 长寿 倪环 之道 那么这个世间是 释迦世宗选择在这里 度众的地方 这是一个巨恶 疾苦的世界 众生呢 又是烦恼非常的厚重 又刚强来化 难瞧难辅 实在是难瞧难辅 每个人都是 但是呢 佛还是不断的一次又一次的在这里硬化 在这里看到我们这些因缘成熟了 依旧还是四线各种各样的方式 让我们得到解脱 那么教化 我们让我们这个舍五恶 那所以你看佛入手从这种大恶开始 那从这种五恶十恶开始 那么五恶的造作取出了呢 我们这个痛感 这种现实的法律的制裁 或者是现实的报应 才会离开 那么 来生或者是后生的这种三恶道的果报 这种五恶也才会隔离开来 也才会不会再发生 那么这个祥话其意 这个祥话祥就是祥福 化的是转化的意思 我们的前面也讲了 佛度众生并不是一再的婆婆妈妈 一再的不住的劝 他实在看到有些人劝不来的 他也会用这种霹雳手段 会痛加呵斥 那佛在世的时候 我们看到这个佛三劝这个居家里比丘 就是他因为他三棒舍利佛 佛劝他 劝不清的话 佛也是会放弃 你不要以为说是佛就会一直 就是把时间耗在那一个人身上 因为还有那么多的人要去度 那么善心比丘 我们知道他也是佛在那个时候的一个典型的例子 他都是佛的侍者 在佛身边 但是因为在佛身边 也过着个善心比丘 他看到佛的形式和我们一般凡夫没什么差别 也是有吃和拉散 也会生病 也要睡觉 也要休息 也有可能睡着累了 还会打呼噜 所以他觉得佛没什么两个气 那么佛讲的一切东西他听不进去 然后呢 这些其他这些邪门未到假的 一讲 哎呦 这个是阿罗汉 佛就说这个不是阿罗汉 这是邪之邪戒呢 哎呀他不是 这个就是阿罗汉 哎呀我要去跟他学 学甚至你看着 这些有些来求法的 来请法的这些天人啊 或者是其他大夫长者 因为他做侍者 因为我在老大人身边做过侍者 做侍者是非常辛苦的 因为有那你要 你的作息要必须要跟着老人家去休息的 他几点起来 你要比他早 他几点要休息的话 你要比他晚 就每时每刻都是 基本上都是24小时 你在stand by 随时都要 随时都要随时都要随时到 那么他这佛做侍者 他看到那个是 这些有些人类人 人类人往 他就很烦了 他就装着说 哎呀未必要什么发大学了 或者说身边有恶鬼出来了 那么你们还不走啊 那就赶人家去 早一点 早一点离开 不要再去 在这边这个 进佛教会了 他要休息 所以这个扇心比丘 最终的果报是非常可怕的 所以你看我们看到 佛在世首居家里比丘 扇心比丘 吉普达多的三个人 是直接躲地狱岛的 所以像这种恶 这种恶一定要把它止得住 不止住的话 就是我们当我们自身的烦恼现前的时候 我们看一切东西 这叫女卢眼里 吴将军 女仆他看这个将军 他就是和他一样的 圣人眼里看都是圣人 菩萨眼里看都是菩萨 君子眼里看都是君子 所以这种恶 都是我们自身 我们自己内心的烦恼的显现 这种恶呢 我们一定要去用 我们这种非常猛烈的 非常猛烈的心力 去把它止住 让我们的生活一夜 或者贪念比较强烈的时候 一定要去痛下就行 你看以前我们这个出家人 这个比丘都是随身带一把刀的 这个刀不是用来杀人的 这个刀是用来通自己的 通自己通 哪里通大腿的 因为你在看到这个 自己恶念止不住的时候 那得要拿这个刀来扎一下自己的 叫戒刀 就提醒自己 这个戒是不能犯的 因为这个有些这些大的恶 做了以后你会无可挽回 随着这种重的意义 有时候我们在烦恼现前的时候 我们讲出去的话 做出去是觉得很容易 但是后面所引发的后果 都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 所以这个佛在不断地告诉我们 要舍弃这种恶 才会离开痛离开烧 那么强化我们这些 这种意义 这个奇异这里主要指的是我们的恶念 把我们这种恶念仔细下来 贪承吃 这种疑 我慢疑心 这种恶念仔细下来 这种怀疑的侧疑的心仔细下来 以后呢 这种痛和伤才会远离我们 那么这种五恶仔细下来 或者十恶仔细下来 这种五善 相对的 或者是十善 我们要去做 你看这个戒律 戒就是不能做 律就是必须做 这是两个方面 一个是先止住 一个是 然后就把这个黑的止住了 斜的止住了 然后这个正的 这个正道让我们去走 所以律仪的行为 就是佛所告诉我们的正道的行为 所以这个五善或者是十善 我们一定要去做 相对于这些 撒到一万种种这些 那么这样做 我们才会有现前的福德 现前的福德 感到我们能够度视长寿 这种能够善业 能够做得非常充分 这个我们看俗家 他已经叫仁者受 心回仁慈的人 能够原谅他人的人 能够包容他人的人 都是很长寿的 那么我们现前会有非常大的福德 非常大的这种 也会受到社会各个阶层 人士的尊重 我们的寿命呢 也会非常的久长 那么从长远的来说 长远的来说 能够得泥缓之道 这个如果说我们再去进一步 去修学净土法门 或者说修学大乘法义 以佛的教导去做的话 我们求生净土 就能够此生得到真正的解脱 得到真正的不生不死的境界 好我们再来看后面 佛言何等为五恶 何等为五痛 何等为五烧 何等消化五恶 令持五善 或其福德 度是长寿 泥缓之道 这一段呢是一个过渡段 在佛在详细的述说这个五恶之前呢 先自问自答 什么是五恶 什么是五痛 什么是五烧 那么何等消化 就是怎么样去消化 消除这些恶 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在行五善 行十善的这些道路上 能够信心满回地走下去 那么这样我们才能够得到 修善所感德的福德 才能够出离三戒 能够得到长寿 乃至无量寿 所以这一段呢 都是一个过渡的段落 我们再看 详细来看下面 说其一恶者 助欠人民 蠕动之类 欲为众恶 莫不激然 强者扶弱 转向客载 残害杀落 结乡通事 那么这里就先谈这个五恶里边的第一大恶 这个杀子恶 那么杀 从重的恶业上来说 从重的恶业上来说 当然是包括了这个杀人 或者是叫他杀人 叫他人去杀人 或者说是随喜赞叹他人去杀人 或者说随喜赞叹他人自杀 或者说是提供方便去杀人 或者说是誓愿杀 誓愿杀就是心里边发誓要把这个人杀掉 还有一种呢叫 无缘 就是无缘无故的就把某个人呢 都要干掉 所以这些是从最重的恶业上来说 杀人算是杀戒里边的最重的成分了 当然除过杀人以外呢 还有杀害其他的动物也是如此 杀害其他的动物 我们这个可能很多人在成长的过程中呢 我们小时候 很多女孩子我不太知道 男孩子小时候都比较巧皮 小时候有很多都会有杀生的 杀些这个池塘里边青蛙啦 杀鱼啦或者说杀鸟 掏鸟蛋啦等等这些 这些你现在可能觉得说是 这些不会去做这些 但这个在小时候去做 这个是说明什么呢 也没有人叫我们去做 这就是告诉我们 在我们的轮回的过程中呢 这个杀的这种冲动和杀的这种念头 他也是如影随形的跟着我们 或者说是你看像我们去 第一次我们现在啊 这个有些人你看到这个桌子上 或者是家里有蚂蚁啊 喜欢拿那个开水去烫啊 或者说是这个蚊子 盯自己说思考不思考 都一下子一巴掌才把他打死 这样就要无缘杀 或者说有些有意的 有些无意的 但是我们知道 只要有杀业 它都是有果报的 那么在我们这个世界 这个人道是如此啊 千道里边 欲界的千 欲界千 我们知道欲界六千 都还是有杀心的 到了色界和无色界 才没有杀心 才没有杀业 那么欲界的 你看即使他是善道 他修十三业道的 但是他这个杀的念头 依旧是存在的 那么畜生道呢 畜生道也是如此啊 你看这种强的 他就是要杀弱的 他有些他并不是说是 他要去真的要杀 他肚子噢 以他的本能 他要去杀 另外一种比他弱的动物 或者说他一个 他杀不了他 他可以抱团 抱团去 作为一个 这个团队作战的形式了 会围攻一个大象了 或者围攻一个 其他的动物啊 给他们取其大量 把他们吃掉 就是说 本身在这个夜暴的世界呢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 我们这个世界的众生呢 没有这种撒念的 基本上是没有的 那极少数极少数 我们听到说是 有些人 有些老婆生下来 可能是在胎里面就吃素的 只要母亲一吃素 母亲马上就吐 孩子要吃素 他母亲都吃不了 这些都是本身 他是俗世的善根 非常深厚的 他犯的杀业比较少 或者是他不杀 但是绝大多数啊 在我们新加坡 可能我们现在吃素 我们觉得很正常 吃素的人呢 也会受到大家的宗重啊 觉得说是你吃素很不错 很环保 很健康 但是有些地方 你要去吃素 都会笑话你啊 瞧不起你啊 因为在他们的 他们的这种 见之里面 吃肉是正常的 吃素的人 老是不正常 那么这些 你看我们都知道 当一种观念 在一个地方形成以后 在那个颠倒的观念里面 你要去做这种善业 你要去包括这种吃素啊 这种不杀 都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所以因为我们所生活的 整个大的环境 它都是大家这种知见 大多数都是颠倒的 认为人类杀害其他的动物 是正常的 甚至有些 我们现在听到 有些观念说是 这些鸡啊 猪养的都是给我们吃的 有些很 我都觉得很奇怪 鸡啊猪养的 是给你们吃的 那人也养了很多 养了很久了 你怎么把人吃掉 我们再换一个角度去思考 为什么说这些动物 都是给我们吃的 那么如果说是我们现在 我们人类这个物种 现在进化到现在是地球自主 它最 因为它会制造各种 要非常残酷的这种器具 工具 能够伤害其他动物 如果说另外一个动物 另外一个物种 进化的比我们更加厉害 然后在他们的观念就说 人是我们养来吃的 他们以人为食物 那我们应该怎么去思考 你还觉得说是其他动物 都是给我们吃的吗 所以说这个在这里 说欲为莫不皆然 说这个杀这种起性 杀这种念头 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这些众生里面 这种三界的众生里面 尤其是欲界的这些众生里面 它都是如此 那基本是无意信念的 那么强者扶弱 转相克灾 当然杀的过程中都是 一般都是四字减转的捏 我觉得我能杀掉你 我得去杀你 我如果说我杀不掉你 他转身就跑了 所以人欺负都是欺负弱小的 鱼呢也是如此 大于吃小于小于吃虾米 生命里面也是如此 天空的鸟也是如此 整个的自然界里面 我们看到 都是以强来服热的 以强来克热的 但是因果它是雄环的 它这一生是若你吃它 你杀它 来生以后就不一定是你杀它了 那就转过来了 风水浓流转了 就转相克灾啊 下一生就他比你弱了 他比你强了 就他会过来吃你了 来杀你了 所以这是互相在祸害 互相在残害彼此 残害杀戮 结相同事 这个残害就是杀人 有时候是没有杀死 至残的 杀戮就是把他杀死了 这个还有就是像我们这种 所出现的情形 就是借刀杀人 或者说是用各种各样的 这种非常让人所不耻的手段 去陷害他人 就像我们在宋朝时期这个情 或者去设各种各样的计目 去陷害岳飞一样 这种杀戮的方式 或者是有些在公司里面 你看它为了整当某一个人 也是设各种各样的陷阱 弄各种各样的是非 或者是切各种的标签 造各种的谣言 去迫害某一个人 陷害某一个人 导致某一个人 产生了很大的那种 生命上 精神上 或者说他心理上 极大的创伤 这些都是属于杀业的范畴 但是这个杀业 它是结相通事的 通就是整个厌相 这事呢 就是这个厌子的时候 还要嚼几下 这个是拒绝的意思 就说这种结相通事 就这一生我杀你 下一生他杀我 杀来杀去 他是相互的 那他不是绝对的 不是说是强者永远是强者 弱者永远是弱者 在那眼镜里边我们看到 人死为羊 养死为人了 今生我吃你 下一生都能知道 那这个你吃我了 互相之间 吃来吃去 杀来杀去 永无休止 不知修善恶逆无道 厚受殃罚 自然去向 神明济师 犯者不舍 固有贫穷下跌 乞盖孤独 浓忙阴阳 欲持必恶 至有亡狂不代之数 那么由于这种杀的这种本性 都是我们这个世界众生的与生俱来的厚重的习气 所以这种想要断杀 所以断杀 可能我们学佛以后 我们说有意的杀 我们会 因为这个是第一大恶 我们都会把它看得很重 但是有时候这种无意识的杀 有时候也是非常难断除 因为我们这是一个夜暴的世界 你想把杀戒要持得非常亲近 也是不可能的 因为你看我们每走一步路都在找杀业 然后每喝一口水都在找杀业 我们每吃一碗粮食 每吃一碗米饭我们都在找杀业 因为这一碗米饭的从种植到生产过程 它都是有杀业的 你要仔细去想一想 这就是这个世界 夜暴的世界里边 我们都是造业的炼桥上面其中的一员 所以这个但是佛在这里告诉我们 这个上千有好生之德 借杀不杀 这个是如果我们要是有意的去做 这是大恶 这是逆天道而行的 这个叫恶逆无道 也是不道德的行为 当然 现在来说 这种杀人 或者杀某些类别的保护动物 那都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 那么后面受到这种央发 央就是贼 贼烂的意思 罚了就是惩罚的意思 自然去向 这个不用别人去 不用别人去 这十家未步的力量 就有时候我们做这种大的恶业以后 我们自己可能还在偷偷的在得意 说是别人不知道 或者说是专了法律的控制 法律还制裁不到我 或者说是警方还没抓到我等等 但是呢 这种因果它是丝毫不爽的 自然而然的 杀因会改召杀果 那么神明济世 犯者不赦 那么神明济世 在华言经里面 我们看到说是 我们每个人生下了以后呢 左右两个肩膀上面 每天都有两个神明在那边 一个叫同生神 一个叫同名神 同生女呢 在右肩上 记录我们所做的恶业 那么同名男呢 在我们左肩上 记录我们所做的善业 每次每刻都在记录着这些 所以四千神呢 这个四千王天的这些善神呢 一月有六次的王贩在人间 这个就是六在日 他要来人间去考察 哪些人作案 作恶 哪些人作善 录其名字 奏上大王 这个奏上刀利签 因为刀利签对我们人间 行善的人和行恶的人 都很关注 因为行善的人多 刀利签的签重就多了 行恶的人多的话 所以我们刀利签的签重减少 那么在一岁含有三副 就是一年之内含有 刀利签也会派这种签重呢 来去反复的去调查 这些下面四千王天所报上去的 这些善恶的事实 是不是真实的 一年还有八次的教队 八次的教队呢 这个都是在大的节气的时候 像利冲啊 冲锋啊 利夏 夏至啊 利秋啊 秋风 利冬冬至的时候 这些八王日 再去调查 看这些所报的善恶 是不是正确的 所以我们知道 我们经常说是 抬头三尺有神明了 人在做签在看了 这是真实不虚的 大制度论里面也谈到 四千王经里面也谈到 佛是一直告诉我们这是真实的 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 受菩萨戒以后 我们也说有六贼日 有十贼日 因为在这些日子里边 正好有这四千王天 这些天神呢 他都会在人家 以及天子呢 会在人家寻化 看哪些人在做善 哪些作恶 那么在这些日子里边做善 他这善业会转增倍上 那么作恶的话 恶业会转增倍上 那么这个神明记事就不仅仅是 记在我们自己的 自己的这个八十星前里边了 他是确确实实 确确实实有这些神明的记录 我们的善恶的言行 那么有犯者当然是 绝对是不会赦免的 不会赦免的 这就是上千他也是非常公正的道理千主 这个承恶阳善是他本身的 本身的他的职责 那么我们看到你看这些 有些作恶斗端的 这种他到他恶行啊 多行不易亦自闭 恶行恶贯满年的时候呢 把他的这些善业消耗完毕 或者说他作恶的时候 甚至让他加速度的 消耗他的善业 福报消耗完了以后呢 恶业马上就陷切了 所以像这样的恶行 或者是造大恶 在这个时代 尤其现在资讯比较发达的时候 造大恶的 尤其是我们看到 像以前这些猜死院 砸佛像的等等 这种现实报是非常多的 对我们现在这些 最近这十几二十年都非常多的 这种神秘记事 它是明察秋毫的 是绝对不会弄错的 所以他有多次的 多次的勘察 多次的来考察这些 下面所报告上去的 是个正确 所以才会在成恶的时候 以及这个奖励 这个扬善的时候 不会有这个错误的发生 他这个尖切时间到了 我们就讲到这里了 愿以此功德 终于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相继三苦苦 若有借文德 西方夫妻心 尽此必告身 同身极乐佛 那么阿弥陀佛 谢谢大家